11点的28分快要到中午了 我们环球邮报台北观察的读者们 朋友们539的会员们 大家午安 好来看看台北长照展 那么社长整个浏览过整个这个东西 当然是感觉到没有什么特色 感觉到没有特色 这是国家卫生研究院 所谓特色是什么 长照就是要服务业 长照就是服务 服务就要找服务人员 这边有很多关于私自方面的服务 倒是有很多 很多协会还有私自方面的服务 那我们人也不要说 不要说自己人力多强 人会老 人会死 人会生病 当你老了生病呢 你就需要这些方面的服务了 这个也骗不了手了 是生活每天都要过的 就是有钱比较好过 没钱就难过 没有钱也是要过日子 游民也是要过一天 游民也有三天的好风景 没钱还是好 我不管 这种服务 主要不武士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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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每一个摊位这部分都有在那边做研讨会 都有做这个研讨会 这边叫什么重建乐活护理之家 这些老人如何的运动 走走走我们也走累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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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灌了一个早上 这也是不简单的 办一个那么大的展览要那么多的人力 不简单 好了准备回去休息 明天再来盯盯研讨会 也没有什么好盯的 好这就是社长在长照展览所做的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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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